我這樣子會入鏡 沒有啦 就是要入鏡啊 習慣性的從鏡頭前飄走 這是造型師維尼的職業病 不過本次專訪她才是主角 分享她美麗夢幻的婚紗創業路 它跟美相關 這是我自己本身比較喜歡的 另外一個就是我非常非常喜歡的一個點 就是我覺得這樣的工作是人家把它 一輩子最重要的記憶之一託付給你 然後我覺得當你可以很認真的在完成這件事情 然後他們從中從完成這件事情 因為你的服務而得到快樂 我覺得這是一種非常非常好的回饋 我覺得工作從來都不僅僅只是工作而已 今天是比較早 今天是比較早 一次參與海外婚社的契機 讓維尼首度萌生 可以經營自己的禮服工作室的想法 成立邁向第四個年頭 已經為三十七對新人 完成夢想中的婚紗與婚禮 也把握海外工作之便 拍了自己的婚紗照 我其實在荷蘭啊在法國然後在義大利 我都有穿著我自己的婚紗 然後就是在街頭做拍攝 然後像在義大利 我們那個時候是到那個 Civita天空之城去拍攝 然後一路上所有的義大利人 都一直跟你說 Konguri Konguri 就是恭喜 然後都沒有人發現 我身邊就是沒有新郎這樣 新郎的台北 對對對 將婚紗彩妝造型旅遊結合 維尼的工作室目前在馬爾地夫 日本等地都有合作團隊 而遠至歐美等地的行程 維尼甚至一手包辦導遊試項 我覺得要做到非常非常細 可能要兩三個月 所有新人的行程跟交通規劃景點 全部都是從我手上出來的 所以妳還是那些導舊的事嗎 沒錯 因為我自己非常常自如旅行 所以我在做旅遊企劃這塊 算是還蠻厲害的 然後曾經有在巴塞隆納工作過的新人 然後跟我講說要去巴塞隆納拍 然後我做了一個我們拍攝企劃給他看 他看完之後他問我說 欸你有去過巴塞隆納蘇 我說我沒有 我是做功課 理性面善於規劃 感性面追求美感 一件件自行引進的婚紗 隨時間數量累積 風格漸漸建立 多是他鍾愛的低調奢華 然後深V的剪裁就是會讓這整件禮服 有一點亮點 我已經剛剛有用戰服來行 對 我就說這件禮服就是戰袍級的等級 就是你穿了別聽的新娘都不敢看你的 那種等級 那Model能穿起來 我覺得穿起來就是很舒服 然後他的這個就是他的設計 跟他就是這種亮片 會讓你整個衣服變得就是很Bling Bling 就是所有人都會看這件衣服這樣 會樂要跟我說嗎 會樂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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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不會 不知道 我覺得我不是在想跟他講 沒有沒有作用 沒有作用 讓你進入狀況 創業至今 維尼笑說自己是苦盡為甜 過程當然偶有顛簸 但把苦當作成長的養分 不負心人的期待 連同自己都一起到達幸福的彼端 借章邊交過風簡證書才能報導 好 好